大家好,因為最近加班的關係 所以回到家的時間都非常的晚 現在是晚上的10點10分 可是像我們這種比較喜歡吹沙石峰的人 如果這時間去練習的話,是不是就吵到隔壁的鄰居 人家一定會抗議 所以今天呢,我就跟大家提供一個 我如果晚上想要練習的時候,我是怎麼練習的 就是我們在吹沙石峰的時候 一定是一邊吹,一邊練習我們的指法 但是現在時間太晚了,不允許我們這樣子吹 所以我們就是,只有練習我們手的動作 手的指法就好了 但是,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在練習指法的時候 你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現在是在壓哪一個音 比如說,我現在要吹降衣料 練習降衣料的指法 好,我們就是沙石峰拿著 但是我們嘴巴就不要吹了 沙石峰就是拿著 好,然後從我們最開始的 中指Do開始 你一定要嘴巴先講 Do C La So Fa Mi Re Do 為什麼要念出來 是因為我們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現在目前是要吹什麼音 齁 不是說你手指頭 嗯... 齁 這樣子其實效果不是很好 因為你可能不知道你現在想要壓的是什麼音 齁 只是手指頭順著上去,順著下來 齁 其實這 沒有辦法達到我們的要求 齁 這樣子沒有辦法達到我們練習的目的 所以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齁 我在吹什麼音的時候 我一定會想 會先講出來 比如說 Do Si La So Fa Mi Re Do Do Mi So Do Mi So Do 啊你 把你想要吹的音 先...先把它唸出來 手指頭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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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很確實的齁 吹 不是吹啦 是很確實的壓對你的脂肪 齁 齁 你不...不是說 啊你今天唸Do 結果你壓西 齁 齁 這是不對的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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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你要知道你壓的是對的還是錯的 如果你今天壓... 吹 Do 結果壓西 你如果不知道的話 那問題就很嚴重了 齁 那表示你的指法是完全... 完全練的是有問題的 所以 我們今天 不管你唸什麼音 手指頭 壓下去就是什麼音 然後你還要知道說 你今天壓的對不對 如果這些都沒問題的話 就可以開始練習 齁 Do Do Si La So Fa Mi Le Do 一定要唸 先唸出來再去壓 唸出來再去壓 齁 這是對於一個比較初學者齁 齁 剛開始在接觸沙斯風的時候 啊 可是很晚 又沒有辦法練習 或是有些人 住公寓裡面 他也沒有辦法在白天練習 很多人會抗議 齁 在沒有辦法的時候 沒有辦法推沙斯風 我們只好 只好用這個方式 齁 只有練習我們的指法 等指法練習的差不多的時候 齁 難得 天氣好 齁 如果有時間 我們可以沙斯風帶著去公園 齁 或是去河堤邊 齁 去橋下 其實 現在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練習 齁 不要常常抱歉說 沒有時間練習 沒有地方練習 齁 其實你如果真的有心想練習的話 齁 很多地方都可以練 齁 很多方式都可以練習 齁 甚至於 有些人 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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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個沙斯風都不拿 齁 齁 直接 用手 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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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Rather 呂 有些地方沒有辦法吹 我們自己要找一些方法去練習 不要把時間浪費掉 這是我自己 如果在沒有辦法的時候 我會想辦法去找方法去練習 這是我 比較晚的時間想要練習的話 我會用這種方式去練 給大家做個參考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練習 上次風這種東西就是 你有練習 練習了一天就會進步一天 這個不會騙人的 你不可能說你從來都沒有在吹 可是可以越來越厲害 這是不太可能的 謝謝各位 因為已經很晚了 4點20了 祝大家晚安 謝謝 掰掰